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第三个礼拜念出埃及记 我们今天走到了出埃及记的第四章 一刚开始呢还是这个狗门 我们现在是在历史书17本的第二本 Exodus出埃及记 新约的架构还是给大家看一次 自己复习一下 然后这个是口诀 我会把那个有一天录一个视频 把这个口诀交给大家 但是就是熟念 你熟念熟了以后呢 就差不多就会了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个四句口诀这边 4000 years bondage Moses Moses开始要去跟法老会面了 这是已经快要走到 Let my people go那里了 好上一次交完以后呢 有很多反应 说希伯来文好难 我也觉得好难 他们说背不起来 我会说对背不起来 因为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你就把这张slide留着就可以了 你到时候可以把它印出来 放在你手边 然后等你念到的时候呢 就拿出来看一看 背不起来没有关系 你只要知道大概在哪里就可以了 记得上帝有两个名字 一个是I am that I am 自有拥有的 或者是叫Eha 你就记Eha 你就记Eha就可以了 这个是他的希伯来文 大概记不起来就算了 那我们知道Eha呢 跟Yahi有很大的关系 这就是刚开始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说 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的那个Yahi 然后呢 到了新约的时候呢 就变成Ego Emi 有人念Ego Emi都可以 耶稣亲自来告诉我们 他是什么 I am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是I am 生命的梁 我就是世界的光 我就是羊的门 好木人 复活道路 真理 生命 真葡萄树 It's 就是I am 不要怕 然后呢 他另外一个名字叫Yah 叫Yah 嘿 嘿 嘿 那就是表示 He exists 这意思 He brings into existence whatever exists 也就是说 你如果看他像型文字的话 就是看起来就很像手 看啊 钉子看啊 这是他原来的意思 所以这两个名字 在一起的时候呢 这个I am呢 应该是摩西觉得非常的惊讶 因为这个居然Ehi 就是Yah 这个I am呢 就解释说 Who God is 那个上帝是谁 然后这个Yah 尾Yah 嘿 Ve 嘿的话呢 就是指的是 What God does 因为我们现在所有存在的一切 都是他所创造的 所以我们也应该觉得非常的Marvel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Yah Ve 嘿的时候 现在我们知道是手看啊 钉子看啊 指的就是耶稣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你真的要记起来 要到底要记哪一些字呢 你这个Eha 记一下 Yah 记一下 Yah 记一下 Yah 嘿 Ve 嘿 记一下 所以加起来 其实只记四个而已啊 其实蛮容易的 然后所以多念几次的话 应该就会了 希望这样子讲呢 你会稍微有一点概念 I am 就是Who God is 耶稣呢 那个亚太Ve 就是What God does 所以呢 圣经这本书是相当的深啊 不仅仅是希伯来文 希伯来文这个语言深啊 圣经这本书很深啊 Seddleback有一位牧师呢 就是Pastor Buddy Owen 告诉过我们啊 他说圣经像一个井 你如果偶尔呢 进来读一读 你就等于是选择 口渴的时候才过来 选择喝一口水 你真的是可以解渴 像这样子的人呢 就好像是偶尔来 念一念圣经的 一个礼拜念一次 Fellowship 或者是小组讨论的时候 但是还有一种 弟兄姐妹呢 喜欢选择跳进去 你这样跳进去的话 全身都可以泡在 那个井水的里面 不但可以解渴呢 而且可以消暑 这种就是定期 每天有一个 阅读计划的弟兄姐妹 那还有一种呢 是非常愿意 往井底潜下去的哈 你潜下去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Oh my God 那个井壁的上面 居然相有很多的宝石 你潜得越深的话呢 你会发现到 壁上那个宝石 那个宝贝啊 会越稀有 从来没看过的 而且呢 会非常的多 所以这个呢 就是想走深一点的同学 所以这一次 我们选择这样走法呢 就是希望说 能够跟大家一起潜下去 我们在一片乱世之中呢 可以跟与主同游 所以呢 我们还是继续的 互相鼓励大家 持之以恒 然后严索探讨 这本圣经 然后把它分享出去 好 我们上次念到的呢 就是出埃及记 第三章的后面 这个时候呢 神 耶和华神出来呢 见到了 见到了那个摩西 然后跟摩西说 OK Time is now I have a job for you 要把你mobilize 要开始出去上班了 你已经在家里待了40年了 然后就选了这个摩西 说跟摩西说 OK 我现在挑了你了 你现在要准备去走了 我们知道第三章 从第九节开始呢 以色列的哀声 就达到了 耶和华的耳中啊 就到第三章结束的时候呢 这个摩西还没有动身 为什么呢 就摩西在第三章 跟第四章的时候呢 就出了五个借口 他不想去 两个借口 是我们已经念过的 第一个借口就是说 I'm incapable 我什么东西都做不了 Who am I 我是什么人呢 这个时候呢 他是非常的沮丧的时候 我们知道 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 比较两个极端的反应 一个极端的反应呢 就是over confidence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self appointed 然后会冲得很前面 rush ahead 有的时候做出来的 做出来的决定呢 没有经过脑子 是那种 impatuous kind of decision 有一点那种 就是急进风的那个个性啊 这个很像摩西的前四十年啊 他那时候在宫廷里长大的嘛 所以小王子人又长得秀美 所以那个时候你如果跟他说 真招你出来干活了 他可能会非常开心啊 他会觉得 look who I am 你找对人了 I can do this I'm smart I'm gifted 这个绝对是over confidence的一个表现 那马太福音呢 有一个文士 曾经来找过耶稣 他非常欣赏耶稣 所以他跟耶稣说 老师啊 你不管是往哪里去呢 我都跟从你 所以耶稣不是说 你那个跟这个文士说 你不能跟我 但是耶稣是跟他说 你跟着我是有一个代价的 狐狸都有洞 天上的飞鸟呢 也有这个鸟窝 你跟着我的话呢 连睡的地方都没有 所以你有的时候呢 就希望你不是over confidence 不是在一个rush ahead的情况之下 做出来的 所以这是一个极端 另外一个极端呢 就是no confidence at all 这个就是现在摩西的情形 他已经经过40年在那边牧羊了 他没有什么自信心了 这一句话呢 听起来好像是很谦卑 很humble 其实呢 他是disobedient 他其实是比较rebel的 这种不服从神的命令的 那我记得我自己也走过这个 这个这类似的阶段 好像觉得自己 自己好像一事无成 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那个时候刚刚去了一个 新的地方上班 有点害怕 觉得好像 好像做不了事情 然后好像 就是手跟脚 被人家绑起来的那种感觉 所以当时也是跟 所有身边的周围 周围的弟兄姐妹呢 都会跟他们分享 然后看看说 帮我祷告一下 能不能赶快把那个难关 开头的那个难关 渡过去 就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Angela 她跟我分享一个 很好很好的一点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刚好会走到 这种 no confidence at all 的情形 她告诉我说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反正她都跟我讲 反正你的工作 有很多那种 on job training OJT 你怕什么呢 你看刚开始 不会的时候 你就fake it就好了 等到你会了 你就会了 所以呢 这接下来那几个礼拜呢 我就是用她这个方法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会的都会 只是没有那种信心 过了那个前面 刚刚开始那种适应起以后呢 就会越来越顺 那这个相同的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呢 就最近很红的那个歌剧 叫做Hamilton Hamilton里面有一个歌词 是这样子 她当时遇到Aaron Bird的时候呢 Aaron Bird唱了一段给她听 她说 talk less smile more don't let them know what you are against or what you are for 她说 你永远要学习 要深藏不漏 讲话讲少一点 微笑多一点 那这个剧 Hamilton这个剧 多年前刚刚开始上演的时候呢 那时候一张门票一千多块 我跟我们家妹妹 在去年的时候 去纽约玩了一趟的时候 去看Hamilton 大概要几百块的门票 现在呢 你大概只要花一点点钱 十块钱 十五块钱 你就可以去订那个 Disney Plus 她就给你整本的放上去 相当的好看 而且Disney Plus上面 演Hamilton的那位呢 就是最早的 最早的那个 写Hamilton剧本的那一位 就是Mr.Lin Manuel Miranda 相当的推荐 所以我们可以从 看这个歌剧里面 可以学到一些 一些在应付人生的办法 所以No Confidence At All 的时候呢 要聆听神的话 那还 那个时间点 还没有到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朋友 这个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或是Aaron Burr 跟Hamilton讲的 就是Talk Less Smile More 非常的有用 那最好的一个 就是不是两个极端 不是一个对自己 绝对的自信 或是说完全没有自信 夹在这个中间呢 有一个Balance点 这个Balance点呢 就是很清楚的知道 不是说我是谁 Who am I Who I am But 是谁是我的上帝 还有呢 Whose am I 我是属谁的 如果我是属神的话呢 菲利比书第四章 第十三节就说过 靠着那个神 那个加给我力量的那一位呢 我凡事都能做 好 这是他第一个借口 I'm Incapable 第二个借口呢 I'm Unknowledgeable 这个也是第三章时候讲的 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连你的名字 都不知道什么东西 那些以色列人要问我 你叫什么名啊 姓什么 姓什么叫什么 我搞不清楚 我要怎么跟他讲呢 那我们知道 当时的那个多神 叫的埃及 什么东西都有一个神 什么东西都有一个名字 所以他们的太阳神叫Ra 他们的青蛙女神呢 叫Hackett 然后管尼罗河呢 也有一个神 叫Osiris 然后呢 还有管的Fertility 生不生孩子 孩子能不能长大呢 Isis 还有呢 就是那个牛神 Eppos 所以摩西就会跟神讲说 那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我要怎么跟他们讲呢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就是 I am that I am 和这个亚黑 这两个名字呢 就是当时 耶和华告诉摩西的 第三个问 第三个借口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进入的 第四章 第一节 他就非常的害怕 摩西非常的 悲哀 非常的 afraid 他说 即使你今天派我去 他们也不信我 他们也不听我的话 They won't listen to me 他们一定说 我骗人的 你其实并没有跟我显现 可是他忘记了 才在第三章 第十八节的时候呢 耶和华在点名的时候 就已经跟他讲过 说他们一定会听到你的声音 They will heed your voice 他们一定会听你的话的 结果在这个地方 他说 不会的 他们不会相信我的 他们也不会听我的话的 他这样反映的 这个结果 我们就知道他worry了 worry以后呢 他很可能就跟神讲 他在跟神说 他觉得很怀疑这个神 因为他好像在反问神说 呀你跟我说会听话 可是他们要不听了怎么办 What if you are wrong God 有点类似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摩西 他对他自己本身的肉体 没有信心 他对神也没有信心 他即使已经看过 这个Burning Bush了 他也听过神的声音了 他也跟神有这种 Divine Encounter了 他还是一直在跟神说 But 所以等一下要被剃屁股了 那结果你可以看到 每一个摩西问的这些借口 神都已经给他 一个很Powerful的Answer 那这一次第三个借口 他也要给他 一个Powerful Answer 所以他说他不信怎么办 他说好 我们拿点证据给他们瞧瞧 所以给他们三个证据 他第一个他就说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他说是一个杖 OK 这个杖呢 我们最有名的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 最有名的就是 诗篇二三篇 诗篇二三篇 讲的牧羊人 会提到两个字 一个是杖 一个是肝 杖呢通常是比较短的 那个短的呢 就拿在手上比较粗 所以可以当那种 想要吃羊的那些动物 那些predator要出来的时候 像狼这种东西出来的时候呢 一棒子下去 就可以把他们打跑 那另外一种比较长的呢 叫做杆 就是staff 通常是一个walking stick 你走路的时候 好像那个登山践行的时候 拿一个登山棍那个样子 那你可以登山的时候 拿这个当成是第三只脚 比较稳 那还有就是 他那个杆子上面 有一个小弯弯 一个小勾勾 所以他那个勾子 可以去勾那个羊的脖子 拉回来 万一他走偏了 明明叫他往东走 他往西走 可以把事实的拉回来 所以会在诗篇二三篇 看到rod和干这两个字 诗篇二三篇 非常有名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邪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引导 我走异路 我虽然行过死阴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 你的干都安慰我 所以这里就有 你的杖 你的干 那不管是杖 还是干 是短的还是长的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神有一种保护的意思 神有一种 会指路的意思 protect和guide 所以呢 耶和华第一件 他要帮助他 克服他心理的恐惧的时候 他通常都是用 他自己手上 已经有的东西 所以耶和华就 第一件事情问的就是 你手上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的手上 有什么东西 神都是可以用的 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 摩西已经不再是王子了 他手上的东西 不是那么有权贵的 就只是一个 一个牧羊人的杖而已 可是神还是可以用它 你可以从以后的圣经 我们念到四世纪的时候 有一个世事叫做 Shamgar 他当时手上有什么东西 他就是一个赶牛的棍子而已 他用这个赶牛的棍子 可以打死600个 那个Philistine 然后后来你可以看到 那个参孙 Samson 他手上什么 就是一个驴骨头 一个Donkey的骨头 他把它捡起来以后呢 可以去杀掉1000个Philistine David的手上呢 只是三块小石头而已 他拿出一个石头来 把那个用一个死令甩出去呢 就居然可以把 当时的那个大巨人 Golias 哥利亚呢 给打扁掉 那约翰福音里面 也有一个小孩子 他手上其实只有五个大饼 两条鱼而已 可是他今天愿意 把手上的东西分出来 后来五饼二鱼 喂饱了好几千人 所以神都是会使用 我们手上的东西 所以耶和华会问我 我心手上是什么 他说我是杖 可是大家知道 这个杖和诗篇23篇里面的杖 不太一样 诗篇里面呢 那个杖 那个短的那个 可以打狼的那个呢 它叫做Shavit Shavit通常呢 就是表示可以打狼嘛 所以它通常是一个Defend 也有这个意思 是一个Discipline的意思 那比较长的那个肝呢 叫做Machena Machena的话呢 通常因为是肝 是走路用的 所以它有另外一层意思呢 叫Support 或是Protect 或者是Guide 那Rod跟Step Shavit跟Machena 加在一起的话呢 通常就是表示 神对我们的爱 可是这边哈 摩西在写 出埃及记的时候 用的不是Shavit 用的也不是Machena 他用了另外一个字 叫做Meta Meta 跟Shavit 跟Machena 它们三个字连在一起啊 它们的Common Denominator 相同的地方 就是它们都是表示 是一个树的分支出来的东西 然后是一个像棍子一样 一个Stick的东西 它们有一点点不一样 就是Meta 和Shavit Machena 它们除了变成是 比较短的Rod 比较短的那个杖 比较长的肝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意思是 可以当作是支派的意思 Tribe的意思 那这个Meta的这个Tribe 是很特别 它讲的就是十二支派 这样一个一个支派讲出来 就是Meta 就讲的就是 就是这十二个 可是呢 Shavit 它的这个支派呢 是比较 可以是比较小的 小到一个人的 或者是大到 整个十二个支派 代表的这个 National Tribe 若是这样子的话呢 是Shavit 通常这两个 这几个字 Shavit和Machena 比较属于 Civilian的用法 所以比较平民 老百姓的用法 所以赶羊的 这种用法 讲到 那个Meta的话 这一种的帐呢 是比较军事 军事用法 所以是Military Tome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为什么摩西在写 出埃及记的时候呢 他这个staff 这个地方呢 用的是Mata 这个字 这个Mata呢 可以长 可以短 可以是三尺长 或者是六尺长 所以三尺呢 就相当于是 那个打狼的 那个rod 六尺呢 就等于是 走路的 可以勾 那个羊脖子的 那个杆 好六尺 所以它两个都可以 所以你在看 那个不同版本的时候呢 它会翻不一样的英文 我们中文就是翻的都是杖 如果是英文的话呢 绝大部分是翻成rod 看起来像是短的那一种 对不起 翻的是staff 比较长的那一种 可是呢 King James那个版本呢 是翻rod 是短的这一种 所以不管是rod 不管是staff 他们都是Mata 都是拿来 是要打仗用的 有一点打仗用的 这个仗 所以呢 摩西的仗呢 就变得非常有名 摩西的仗呢 也叫做神的仗 The rod of God The rod of God 在圣经里面出现过两次 第一次呢 就是在这个第四章 第二十节的地方 那第四章二到四的地方呢 这个耶和华就跟他 问他说 你手里什么东西 他说我是杖 这是第一次出来的这个杖 The rod of God 或是The staff of God 或是这个地方 还是摩西的 rod 就是那个Mata 他说好 你把这个Mata 丢在那个地上 一丢呢 就变成一条蛇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蛇在这边 用的原文呢 叫哈那哈斯 哈那哈斯是真正的 就是我们一般看到那个蛇 那个呜呜呜呜 那种肚子跑的那种蛇 所以呢 呃这个地方 就注意一下 我等一下跟大家做一个比 呃比较哈 到了四章十七节的时候呢 这个杖还是摩西的杖 到四章二十节的时候呢 这个杖就有另外一个名字了 叫神的杖 所以摩西的杖 也就是神的杖 好的 The rod of God 或是The Moses rod 或是The staff of God The staff of Moses 都可以看 你就是看哪一个版本的 以后呢 他会拿这个摩西的杖 然后拿去做奇迹 像他们那个神要降十个灾祸的时候 Templates的时候 第七个 第八个 第九个 使用的就是这个摩西的杖 第七个呢 他跟耶和华跟摩西说 你向天升杖 一升上去马上就下冰雹 第八个呢 你向埃及地升杖 马上升上去以后呢 蝗虫就来了 第九个呢 跟摩西说 你再向天升一次杖 然后天就雾黑了三天 所以七八九呢 三个plague 是因为摩西的杖而造成的 以后这个摩西的杖呢 他到了海边的时候呢 在十四章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过红海的时候呢 他把手向海 把这个杖给升出去 这个水就分开了 就以色列人就可以下海中呢 走这个干地 以后呢 过了这个红海呢 到了旷野的时候 没有水喝 在十七章的地方呢 耶和华又对摩西说 OK 你再把这个杖给拿出来 去打你前面的那块石头 就那个水就出来了 他们四十年走 旷野都是在喝这个磐石中 出来的水 以后呢 到了十七章的 第后面 第九节 他们跟亚马利人打仗 跟马拉凯特打仗的时候呢 因为他年纪大了嘛 所以派小年轻的去打 派那个约书亚去打 约书亚在前面打 他在后面就把他那个杖呢 给升 升得高高的 他手酸了 那个杖要下来的时候呢 约书亚就会打败 所以他当时就让他身边两个人 他哥哥亚伦 还有一个叫呼尔的 叫他把他把那个手给撑着 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第二次 讲说这个摩西的杖呢 就是神的杖的这个地方 好 这个是关于摩西的杖的地方 我们再念一下 比较念的 detail一点的时候呢 在后面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还有一个是亚伦的杖 有的时候 你在读的时候 觉得这两个杖 好像是一样的 可是有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有很大的一个分别 像出埃及记 第七章的地方 我们刚刚讲过 摩西的那个杖 变成蛇的时候呢 那条蛇叫做哈纳哈斯 那这边啊 亚伦的杖呢 也变成蛇过 就是他们当时 已经去了法老那个地方 他们要变个魔术 给法老看 所以呢 他摩西就跟 跟这个 法老 耶和华就跟摩西说 你去吩咐亚伦 叫他把杖丢在 那个法老面前 结果那个杖就变成蛇 就当时不是 其他的那个 埃及的博士 术士都来 也把自己的杖 给丢下来变成蛇 结果是亚伦的杖 吞了其他人的杖 这个地方 这个蛇 不是哈纳哈斯了 这个地方的蛇呢 叫塔宁 塔宁这个蛇比较大 所以后面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 他有时候是翻 Dragon 甚至于翻成Crocodile 所以你可以看到 亚伦的杖 跟摩西的杖 好像变出来的东西 有一点不太一样 然后在第七章 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得 非常的明显 在第七章这里呢 他耶和华 是先对摩西说 这个时候还是在 变魔术的时候 还没有真正下 那个十个大灾祸的时候 Ten Plagues 还没出来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 耶和华就跟摩西说 好 你现在去找这个法老 然后呢 你就拿出来 你的那个杖 你那个杖 变成哈纳哈斯的那个杖 然后呢 你拿那个杖出来 去击打 这个河中的水 那个水就会变成 雪 那个雪水 这个就是 第一个 Plague 可是等到他真正出发 要去做的时候呢 时候呢 就不是摩西上阵了 上阵了 是亚伦上阵 所以第一个 Plague 是摩西跟亚伦说 把你的杖 伸在埃及的水上面 所以呢 亚伦就照着吩咐呢 就把这个 他的杖给伸进去 然后呢 这个河水呢 统统都变成雪了 所以呢 第一个 第二个 还有第三个 的这种Plague呢 都是亚伦的杖 来做出来的 所以第一个呢 就是水变成雪 第二个呢 就是一堆青花跳上来 这个也是亚伦 把他的杖 伸在了江河池子的上面 第三个就是 长出来一大堆的狮子 Lice 这种Nats的东西 也是一样 把他这个杖 亚伦把他的杖的 击打在地上的尘土 然后那个土飞起来 哇啦哇啦 全都变成虫子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跟第三个奇迹 我们就是那个Plague 我们刚刚讲过 摩西的话是第七个 第八个 第九个 以后呢 这个亚伦的杖呢 在民宿记的时候呢 那时候有 他们下面的人造反 所以他们就说 OK12个支派 每一个支派 都拿一个杖出来 然后最后我们发现到呢 是亚伦的那个杖 立位族的那个杖呢 最特别 因为他在 他们把那个杖拿来以后呢 放在约会的 这个账目里面 结果第二天呢 他这个这个杖 居然发了牙 生了花苞 而且开了花 而且结了果子啊 是非常特别的 以后到了西伯来书 第九章第四节 就告诉过我们 亚伦的这个杖呢 以后呢 就放到了约会的里面去 约会呢 就又包括了 这个亚伦的杖 还包括了 那个写着 十戒的那两块板子 还有呢 就是他 陈马拿的那个罐子 所以以后呢 亚伦的杖 就进了约会 好 我们这个地方 稍微整理一下 这个十个plague里面呢 第一个就是水变成雪 第二个 一大堆青蛙 第三个 一大堆那小虫子 那个赖死 都是亚伦的杖 然后第七个 第八个 第九个 夏宾宝 蝗虫 还有呢 变那个全部的天地变黑 变了三天 这个是摩西的杖 然后第四个呢 一大堆苍蝇飞来飞去 还有第五个 这个纽纽会死掉 所有的畜生会死掉 这个是摩西说了一句话 这个呢 都不用说话 自然就发生了 这两个 所以这个 这个templates 神使用的方式呢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学到的地方 第一个lesson就是 我手上到底有什么东西 What do I have in my hand? 通常就是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一个地的一个task because sometimes 是你自己的工作 一个occupation 如果你今天愿意 把你的这些东西呢 给神使用的话呢 神会让你 那种小小的一点技能 会变成一个很大力的 很有能力的一个工具 一个mighty tool 一个powerful tool 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我42岁才信主 信主以后呢 我先去的教会 是中华福音教会 这是我娘家 我在这边受的喜 进去以后呢 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机缘 当时就是把这个 试听的东西交在我的身上 我自己本身是学牙医的 我对这个电脑 真的是一窍不通 真的是从头学起 我当时花了很多的功夫 去学什么powerpoint 去学这个photoshop 就是自己找时间去学 结果学会了以后呢 就做的就越来越好 所以以后呢 就把这个在带主日学的时候 他们后来就推我出去带主日学 然后就把这个 学会的这些东西呢 就这个图片啦 怎么怎么放啦 就全部的就弄好了 一直是一路这样走下来 走了十几年了 就是发现到说 哎呦 我当初真的是 你现在问我那个电脑东西 我还是不懂 可是就是因为 因为就是当初一点点的 那个小小的一个task 交在我的手上 然后愿意做下来 以后呢 就这样繁衍下来 现在现在真的是fake it 就make it 大家都以为 我在上班的时候 大家都以为 我是电脑天才 其实我真的一窍不通 所以呢 这个就应验了 Pastor Rick跟我们讲过一句话 他说 God doesn't choose the equip one 很多时候 他真的不去选 那个装备好的 我老公自己是念电脑的 我老公就是不肯去做 这个PowerPoint 这种东西 奇怪了 他不choose the equip one 可是他会equip the chosen one 他选到你以后呢 他会把所有东西呢 都这样交给你 我非常喜欢我的娘家 只是后来因为到了 saddleback 我这个年纪越来越大 实在没有办法兼顾两遍 所以最后是忍痛 离开中府教会 不过forever 中府教会都是我的娘家 So这个lesson one 就是学到的东西 就是 What do I have in my hand? 第二个呢 还要学到一个东西是 这个帐 有的时候会变成蛇 你看到没有 明明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是一个很好 有时候是一个occupation 一个professional 一个那个 很好的这种title 可是如果今天变成说 I live for it I caught up in it 然后又是很 depend on it 然后就变得很骄傲的话呢 It won't bite me 他就说 所以有的时候 我会面临到一种情形 就是我会被迫 把手上的这些东西 都先丢掉 我原来觉得 我做得很好的 很gifted 然后可是现在 神就是把他拿走 然后什么东西 都不要放在你的手上 这个时候 我们才突然发现到 不是说你身上 有什么特殊的技能 然后你想要去serve God 不是那个样子 而是在serve的过程当中 跟神独处的那个机会 所以最后 终归结底 就是simply 一个simple God 所以呢 到后来以后呢 就会知道说 我们其实不是说 在找一个机会 有什么地方 我觉得 我的talent很好 我的这个gift很好 我应该要拿出来 给神使用的 不是的 那个变成一个side effect 那种byproduct 真正的是 我们在服事的当中 跟神同在 培养的那种intimacy 那个才是更重要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手上的东西 你觉得是一个好的东西 其实呢 有的时候会变成一条蛇 所以要非常的小心 不要live for it 不要get caught up in it 不要depend on it 因为有的时候 会变成一个不好的东西出来 所以他第三个借口 就是说 I'm worried 所以神就说 好你试试看嘛 我给你一个能力 你把那个杖丢在地上 就会变成一个蛇 hanahas 变成蛇以后呢 你去拿他的尾巴 然后拿尾巴以后呢 他立刻就会变成一个杖 所以这一个第一个魔术呢 是一个transformation 它可以把一个something useful 像一个杖 会变成一个something evil 变成一个蛇 然后又再变回来 然后我们知道 抓蛇要抓七寸 要抓头 如果抓尾巴的话呢 自找苦吃 所以如果抓了尾巴 没有事情 而就变回杖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 这个一定是奇迹 所以这个lesson 我们要学到什么呢 就是learn how to do what God tells us to do even when it is uncomfortable 你明明觉得 不是很喜欢 去做这个事情 可是如果你很清楚的知道 神要你做的话呢 you know what do it 不要说no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跟他讲的 变第二个魔术 他说把手呢 先放到怀里去 出来的时候 变成大麻 那个手就变成一个大麻风了 再放回去 就好了 这个也是一个transformation something useful 一个好手 然后呢 变成一个麻风手 然后再放回去呢 又变成了一个好手 所以这个leprosy 这大麻风 在这个地方呢 是当时是什么东西 通通都可以称为是大麻风 这个麻风 这个我们以后提 因为它这个也是个 很大的一个topical study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学到一个 什么事情呢 就是God answers Moses dealt before Moses answers peoples OK And God will restore my faith before I'm used to restore others 所以当神要派我们出去 要去加强别人信心的时候呢 他一定会先加强我们的 如果呢 他身上 我们自己身上有疑问的话呢 神一定会先给我们一个答案 这个就是 我们在Settleback呢 Pastor Rick教我们这个 shape里面这个e 这个experiences 你说真的是 什么样的人 可以比摩西更合适 去带以色列人出来 他已经走过这么多事情了 这么多的experiences 那真的带他们出埃及的 我想不出来 会比摩西有更好的人 那什么样的人 今天可以去安慰一个 母亲过世的人 我可以 为什么 因为我有experiences 我可以去安慰一个先生 生病的人 这个都是我的长相 为什么 因为神已经先把我心中的 这种doubt 这种怀疑呢 已经都先解决了 所以我今天就可以 哇啦哇啦跟你讲一堆事情 可是你要是跟我讲什么 其他的东西 那我可能就不行了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experiences 所以这是一个 在这个地方可以学到的lesson 然后接着他就跟他讲 还有第三个魔术 前面两个魔术 两个神机 他们如果不听的话 那第三个呢 你就跟他们讲 让他们听 为什么第三个 就是前两个的敬酒不吃 敬酒不吃的话呢 第三个就是罚酒 这个是一个judgment 这一个从水变成雪 就没有再变回来过了 所以神就跟他们 也就是跟这个摩西说 你去告诉他们 如果这个sign of transformation 不听的话 那sign of judgment 来的时候呢 就会哇扣 就很惨了 所以呢 那摩西呢 就听完了以后呢 他这个有的疑问 也被神解决掉了嘛 对不对 他觉得他自己能力不足 现在也不行了 OK 第四个呢 他就出来另外一个借口 他说 我不是很合适的人 I'm unsuitable 我没有你那个 natural qualification 生下来那个东西不行 为什么呢 他说我不是能讲话的人 我是着口笨舌的 不是能讲话的人呢 就是不会用词造句 not eloquent 没有念过书的一样 那着口笨舌呢 就是slow speech 那个slow tongue 然后这个就是表示说 摩西他可能在语言的上面 有一点障碍 那个speech impediment 他可能是一个结巴 stutter 那可是你知道 他这个地方就有点疑问了 因为我们知道 那个X 那个 这叫什么 使徒行传第七章 二十二节的地方呢 告诉过我们 摩西呢 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 所以他 他是有mighty words mighty deeds 他不管是说话 他的形式 他都非常的mighty 非常的有能力 有财力 才对 怎么搞的 他现在跟 跟这个 耶和华说 I'm not eloquent 我不是会使用言辞的人 我着口笨舌 所以这可能就是他的一个借口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就是他 那个也可能就是他一个 缺乏自信心的一个反应 因为他已经在牧羊 牧了四十年了 他每天讲话的对象呢 都是痒痒 不是人人了 所以他觉得他 不能够用一些潜词造句 比较好听的 那个non eloquent 所以呢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还是一直把这个 整个目光 看他自己的身上 自己的软弱的上面 他忘了这个神的能力 所以他当然会害怕 他如果真的是揭巴的话 你想想看 他今天如果去跟 去跟那个法老讲说 Let my people go 哇 他要是揭巴的话 就很惨了 就 Let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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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屁屁屁 people go go 搞了半天 弄不出来 所以他会有他 这个害怕的一部分 那这个不是摩西一个人才有 这个我们到 Seddleback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那个Seddleback 老Seddleback的 那个member都晓得 我们的Pastor Rick 他其实 他其实有一个syndrome 因为没有 医学上没有 没有任何的名字 所以Time Magazine 就叫他叫做 Pastor Rick 叫他叫做 Rick Warren Syndrome 什么是Rick Warren Syndrome Pastor Rick 他去上台讲话的 前15分钟的时候 他非常的紧张 所以他会突然脑子里面 分泌很多 那个肾上腺素 那个Audrenaline 那一下爆出来 那个肾上腺素的后果 就是他更紧张 然后就一直冒汗 然后呢 他眼睛就看不到了 他眼前会一片昏花 然后他会插插 等到待15分钟以后 那个Audrenaline 慢慢被身体吸收掉以后呢 他整个神志才能回来 所以Pastor Rick就讲过说 他刚开始的时候 非常害怕去做 上台讲话的这个牧师 他觉得他不是很Elloquent 他不是被很Equipped 不过他真的是感谢主啊 他后来很勇敢的 把他这个缺陷呢 就是克服掉了 他以后呢 就成为一个 他真的他讲 他讲经 如果大家有机会 自己去听听 那个Pastor Rick讲经 真的很动人啊 他那个 因为我以前在 Cellaback做过那个试听组啊 他有的时候 讲好多堂的时候 我们在后面真的是 至少一天要联听个两三堂的时候 那个Pastor Rick 真的是在某一个点该笑 某一个点该加重语气 某一个点该停顿 他都把背起来 都一模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真的觉得Pastor Rick 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神挑选的好仆人啊 我也非常 自己本身非常谢谢Pastor Rick 因为如果Pastor Rick 当初有这种 Lack of Confidence 他当时如果决定 他不要出去 出去带教会的话呢 那我今天得救这个过程呢 就玩扣 很惨了 所以呢 也感谢神啊 让这个摩西也克服了 他的 他的这个 Self Confidence 这个不足的地方呢 他终于后来是带以色列人 出埃及 我们今天才有出埃及 记忆可以读 所以真的是感谢主 这对我们真的是太好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他跟神说 I'm not suitable 那这个神就开始 就有一点火大了 就跟他讲说 你知不知道是谁 造你的嘴巴啊 那造了嘴巴以后呢 让这些人 口哑 耳聋眼瞎的人 难道不是我耶和华吗 你知道在这个地方啊 其实God是在make一个 very very bold的 一个statement 而且他都不给你 不给你解释 也就是说 神在讲说 世界上你看到的这些残疾 这些handicap 这种口哑 耳聋眼瞎 都是我的责任 OK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深思一下 他要到什么时候呢 他才会大概给你一个答案呢 是在约翰福音 到以后耶稣来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 约翰福音第九章的地方呢 耶稣看到一个瞎子 看到一个瞎眼的人 他的门徒自己问他 说老师老师 这个人是瞎子 他一定是犯罪了 所以呢 是他犯的罪呢 还是他父母犯的罪 耶稣的回答就是 他自己本人没犯罪 他父母也没有犯的罪 他今天为什么是瞎子呢 很简单 因为要在他的身上呢 显出神的作为来 我们来看看这怎么一回事 神呢 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 把这种耳聋 口哑 眼瞎的这种 handicap的原因 放在自己的身上了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那为什么神要让这些 要让这些人会这样子 口哑耳聋眼瞎呢 那因为我们知道 每一个人其实在 在准备要生出来的时候呢 都是神一个很特殊的创造 在上139篇的时候 告诉我们说 我们每一个人的肺腑 都是神所造的 我们每一个人在母腹中的时候呢 神都已经复辟我们了 我们还没有成形的体质 你的神的眼睛都已经看到了 还没有定出来的日子 都还没有活一天了 其实我们的生命 都已经写在这个册子上了 这个也就是 我们不能堕胎的一个原因嘛 因为看起来好像 没有知觉 其实神通通都知道 他已经都写好了 所以呢 God他知道我们所有人的DNA 他知道哪一颗 妈妈的哪一颗卵子 要排出的时候 爸爸的哪一个精子 会跟这个卵结合 所以他应该会知道说 哪一个卵 哪一个精子的上面 会带了一个不完全的DNA 生出来的小孩会有缺陷 所以他今天如果神是万能的话 他大可以把这个不好的DNA 给他去掉 那可是呢 你可以看得到呢 神今天容许这种口哑 耳聋 眼瞎的情形发生 这是为什么 这神跟我们讲说 我愿意让他发生 因为呢 我他我自己 神自己他对所有的事情 都有一个掌控 有一个宗主权 对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Design 一个Plan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Purpose 都有一个目的 这就是我们Pastor Rick一直在讲的 Purpose Driven Life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往下再继续看 所以就是说 不管是任何的疾病 其实一切呢 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上的 每一个创造都是非常unique的 那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每一个人 如果家里生了一个 就是一个比较不完全的孩子 不管是 是眼瞎 或者是嘴巴讲不好 或是像有那个 唐氏症候群宝宝 唐氏宝宝 或者是有这个自闭症 Autism 那个对整个家庭的 那个Financial 那种财务上面的 那个Burden Emotional 上面的那种疼痛 甚至于会造成家里 那种relational的 relational那种 关系上面那种紧张 所以呢 我们来看 我们用这个约翰第九章 这个瞎子来看一看 我们发现到 他自己本身 真的就遇到了这些问题 Financial的问题 relational的问题 在第九章时候 告诉我们说 这个人瞎是从小就瞎了 一生下来就瞎了 瞎了以后呢 也找不到工作 所以到第八章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很可怜 他是讨饭的 他一无所有 所以呢 那当在那个时候呢 大家都觉得 这个瞎子 这一定是家里造了孽了 所以呢 连门徒都在说 这个人造了孽 是谁造 是他自己造了孽 还是他爹娘造了孽 所以耶稣呢 门徒是从这个原因 这个地方去看的 这个cost 这个地方看的 你可以看得到 神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cost 就放在自己的身上了 是神 是耶和华 他的宗主性 让这个人生来 是瞎眼的 那问题是为什么呢 那个purpose是什么呢 所以耶稣是从 这个purpose 目的上面去解答我们 告诉我们说 这个人今天生下来 是一个瞎眼的 其实是因为 神要在他的身上 显出神的作为来 OK 所以那以后 我们就知道 那个神呢 就耶稣呢 就就 医治了他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神的大能 在他的身上 所以这是第一个 每一个人都是unique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你以为 那个瞎眼的 才是handicap吗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disable 我们每一个人 都或多或少 是handicap 所以大哥不笑二哥 nobody is perfect 只是说那个degree的 不同而已 第三个就是 也许这一些事情 这些不完美的事情 不完美的 小孩子 或者是说 动物什么的 都是刚刚开始 只要说是因为 原罪的关系 那个regional sin 因为亚当夏娃 吃了那个果子 结果呢 这个就有 把这个罪介入 介绍到这个世界上来了 这个罪一来了 死就来了 那瓦扣了 大家都都惨了 而且呢 这个受造之物呢 都一同的叹息 劳苦一直到今天 他虽然呢 刚刚开始的时候呢 这些suffering 是因为原罪的关系 可是呢 在这个地方 某一些的suffering specificsuffering 不见得是因为 specificsing的关系 我们在 在念那个创世纪 第四礼拜 第四个礼拜 那个4B的那个时候 如果你还不太记得 这个的话 你可以回去再听一下 或者把那个笔记找出来 那个PDF把它找出来 那个时候呢 Pastor Rick就教过我们 说世界上发生 这种奇奇怪怪事情 这种苦难的事情 这种suffering的时候呢 大概都八九不历史 这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可能做错了 所以神要correct 第二个呢 是没有做错 要让我们更好 是让我们 那个perfect 然后再来 有的时候是要保护我们 protection 有的时候是让我们 自己回去 检查一下自己的内心 inspection 有的时候呢 是在那种 那种无路之下呢 给我们一个方向 给我们direction 那很多时候呢 不是为了自己 是为了别人 所以是witness OK 所以你说上下 那个三下五除二 这样加加减减的话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神在做 每一个人的时候 好像表面上看起来 有某些人是 眼瞎的 可是实际上呢 是神真的是要借着 这个人来彰显神的大能 OK 那也就是说 如果看到这种 suffering的时候 这个真实性啊 如果你不把它跟神 连在一起的话呢 最后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呢 the truth is that suffering can only have ultimate meaning in relation to God 当神跟神 一连接起来的时候 什么事情呢 都可以make sense 所以你在 那个圣经里面 若有读不懂的地方 doesn't make sense的时候呢 你把神放进去的时候 把它变成一个 最高value的时候呢 你就发现到 oh yeah soですか alasso 我懂了 OK 然后再来就是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求一致嘛 每一个人都希望求一致 能够在今生 就可以fulfill 可是神有神的宗主性 这个healing呢 maybe it's now maybe it's next week maybe next month next year maybe has to be eternal 也许我们就看不到了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约翰福音第九章 这个瞎子呢 这个神的能力 是彰显在 可以医治这个瞎子的上面 他医治的时候 也非常的特殊 就是耶稣吐了一口痰 然后那个痰呢 跟那个泥巴和在一起 然后呢 变成一个小泥团 然后就放在这个 瞎子的眼睛上 然后再去那个 希罗亚赤 那个Cylon 那个pool里面洗一洗 然后洗完了以后 哇 就看到了 哇 不得了 God's power出来了 可是有的时候 他不会立刻healing 我们知道最有名的例子呢 就是哥林多后书 十二章第九节 保罗身上那根刺 他求了三次 神就是不给他治好 可是呢 这个里面呢 他就写了这段经文 他说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 所以呢 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 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哇 这个地方 God's power也出来了 可是他出来的时候呢 不是by healing 他是by sustaining Paul OK 就是Paul 他身上那个刺 他不给他拔掉 他身上不晓得哪里 是有一个地方很痛 可是他就是在他痛的时候呢 进去给他力量 所以呢 那个保罗以后 才能够在软弱上面 显得完全 他才会喜欢 夸耀自己的软弱 因为他知道 他之所以能够 sustain下来呢 都是因为基督的能力覆盖他 所以也就是说 Either way Healing or non-healing Heal now or heal eternal You know what Everything is for God's glory 好 那接着下来的时候呢 所以那个耶和华就对 这个摩西就讲了 这个耳雅 那个口雅耳聋 眼瞎通都是耶和华所做的 所以现在我派你出去 你不要担心 我会赐你口才 我会指教你当说的话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学到两个lesson 第一个lesson就是 你在跟神在交往的 这个过程当中 认识神这个过程 经过读经 经过祷告的时候 你常常到了一个地方 你会有一个很大的进展 你什么地方的进展 就是当所有发生的事情 你已经不再去跟神讲说 你给我一个解释吧 你告诉我为什么吧 那个你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 你就不care了 然后我今天到底有没有了解 我没有understand 我有没有get it 你知道你到后来你就说 I don't even care 你会到一个地方 你conclude就是说 只要神跟我在一起 其他的事情 doesn't matter anymore God doesn't owe me an explanation 所以在这种时候 你这样走了这样一圈的时候呢 你跟神之间那个 你对神的那个信心 会突然变得加深 所以这个是 大家要等 就是稍微 这个需要一点的功夫 通常要一阵子 经过一些事情才会出来 所以你如果 还是在跟神这种 argue在角力的过程当中 恭喜你 因为你马上就快要到这个境界了 那第二个lesson就是 当神送出去 一个请帖的时候呢 要叫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trust him work with him ok 不要跟神说no 因为神是so mighty的 他一定会让你这个事情做成功 as long as we make ourselves available 只要你愿意去做 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你若不做的话 别人也会去做去 这个我在Cellabank 看得非常的清楚 你通常一个task来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立刻回答的话 哇 旁边那个工作 马上就被你 就大家都抢着做的 所以呢 真的是被呼召的时候啊 直接说yes 我马上就来 这个是最好的一个反应 这是我们学到的lesson 然后他最糟糕 他第五个excuse就出来了 他第五个就是 都讲完了没办法了 他就只有露出这个真相来 他就跟神说 诶主啊 你要打发 你愿意打发神 你就打发神去 你不要派我去 我不想去 I don't want to do it ok I'm inflexible you know 所以你现在这个地方 又发现到说 其实不是说摩西没有能力去做 他根本就不愿意去做 他想省那个麻烦 所以这个时候呢 耶和华就生气了 所以他生气了以后呢 他就说 好我派你哥哥跟你一起去 好了 你不是有一个哥哥叫亚伦吗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把什么话呢 讲给你听 然后你讲给亚伦听 叫亚伦去跟那些 其他的 其他的以色列人讲 然后呢 我会赐你们两个人 都有口才 然后你们两个人 该做的事情呢 我通通都指教出去 你就手里拿这个账 去行神机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到 他前面四次 他跟神讲说 I'm incapable 我是who am I的时候 还有呢 I'm unknowledgeable 我不知道你是谁 I'm worried 他们不会相信我 I'm unsuitable 我是那个结巴 这种时候神都很有耐心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 他解答问题 在这个地方呢 他就 神就已经火大了 因为他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内心呢 是不愿意的 不想去的 所以你表面上 你念到这边的时候 好像说 哎呀你看 这个摩西耍赖啊 这个耍赖的后果呢 你看他的事情 就少做了 他这个他哥哥就交就给他了 然后叫他出来一起帮忙 but in the long term in the long term 你念下去的时候 你真的觉得 他哥哥有在帮忙吗 他的亚伦 真的是他的一辈之力 他的number two吗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亚伦啊 其实呢 在后面的时候 发生了很多这种麻烦啊 他在这个Exodus啊 出海基基32章的时候 那时候摩西上了西乃山 去跟神独处 啊 40天都没有下来 就这个时候呢 大家就跑到亚伦 那个地方去 啊 那这个Aaron应该是 是number two啊 number two的话 应该是很有主见的 结果这大家那边 哇啦哇啦一直叫 哎 结果他最后怎么样呢 就把这个精气 全部收集在一起 他们居然做了一个 金牛堵来膜拜啊 然后呢 到了这个 立位纪第十章的地方 我们看到亚伦在上轮 上两不正下两歪 他生了四个儿子 两个儿子造反 一个叫Nadab 一个叫白虎啊 这两个人呢 他们就在那个 他们不是都祭司吗 他们要做祭司的工作 就他们在献祭的时候呢 放了这种impure的offering 然后就不想莫名其妙 加了一些什么东西进去 所以耶和华很生气 砰一下 后来就把他们给刺死了 很麻烦的 然后到了这个Namber 民宿季的时候呢 这个摩西当时 娶了这个古时女子 他们有人就说 这个古时女子 其实就是那个米店女子 就是她的原配 那个Zipporah 有人是说Zipporah 那个时候可能已经 毁天家了 所以娶的是另外一个 那either way 不管是取的是谁 这个地方到底是谁呢 这个地方亚伦 这个Aaron又起来造反 开始在那边毁谤 他的弟弟摩西 所以你严格讲起来 这个神给了亚伦 给摩西做助手 这到底是一个好 还是不好 其实这很难讲 这个我自己本身是觉得 亚伦给摩西添了很多的麻烦 所以呢 他这个把亚伦给了摩西 其实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best result 不如自己就挑起来 自己一个人去做 一个人去领 可能还不会出 这么多的问题 所以这有一种那种 那种训诫的 那个意思在里面 Chester 好 然后接着呢 这个地方 他们就通通 五个excuse都上去了 然后五个解答回来了 所以现在摩西就说 OK好吧 就动身了 所以他动身以前呢 先去跟他的岳父 那个Jether 讲说我可不可以去 他非常客气 Jether说 Yeah go 去吧 去吧 带你的人 带你的人去 去出埃及吧 所以他这一走 他知道他未来四十年 会面对的那个日子 他真的做梦都想不到 他马上 他就要去把这个红海分开 让大家过这个红海 过了红海以后呢 他会做一首歌 叫做Song of Victory 我们到今天都还在唱的 他会打一块磐石 那个磐石会有水出来 这个水一流呢 居然就流了四十年 天上呢 会降下来马拿 然后他们会吃马拿 吃四十年 然后他打仗的时候呢 会打赢 他只要一祷告 他就可以打赢 他的仗一升高 他就可以打赢 他会在西乃山看到神 他会接十戒 然后呢 他下来的时候呢 会被他哥哥气死 他哥哥做了那个金牛肚 然后呢 以后他会协助 做这个Tabernacle 然后呢 会协助 把这整个祭司的制度呢 统统都做出来 以后呢 他会送出十二个探子 去探加南地 结果遭到了惩罚 害他们所有的族人呢 必须要在这个旷野里面走四十年 最后的时候呢 神也不让他进应许之地 只有把他单独一个人 带到这个山上去 这Mont Pisgat上面 他可以 他就在那个山上 很单 很孤单的 就远远的眺望应许之地 然后他在这个时候 出发的时候呢 他 他都没有想到 但是这些故事呢 会在未来的四十年发生 我们会来 会在未来的几个礼拜呢 看到这些故事 那有那个一些弟兄姐妹 就会问说 那 摩西到底进了 应许之地没有 你到这个地方看的话呢 没有 因为他最后呢 就是死在Jordan but 故事没有结束 你如果到新约去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 耶稣不是登山吗 登山变象 Transfiguration 旁边来了两个人 一个就是摩西 所以摩西到底进了 应许之地没有呢 到了新约的时候 yes 他的spirit进去了 Transfiguration的时候 摩西就在那个地方 好 他现在呢 就从米店出发 然后呢 要准备 要去埃及了 结果在这个时候 耶和华在米店 就跟摩西说 好 你现在回去吧 因为寻所你命的人 通通都已经死了 你不用担心了 所以你现在回去的时候呢 你就要做一些 这些奇迹 这些魔术 在这个法老的面前 然后呢 我会让这个法老 非常的刚硬 然后跟他讲说 这以色列是我的长子 你不让我的长子出去的话 那很简单 那我要杀法老的长子 OK 在这个地方呢 就有人替着法老 打抱不平啊 就说 既然是耶和华 让法老的心刚硬的话 那怎么样对他那个 下的那个手段 那么狠啊 这个耶和华不是好生 我听过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 出埃及记第四章 21节 他要动身的时候呢 耶和华跟摩西说 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 所以看起来像是 耶和华让法老的心刚硬 那可是到了第八章 第十五节的时候呢 是法老他自己硬了心 不肯听耶和华的 所以到底是 到底怎么回事啊 到底是谁让谁硬心啊 OK 这个里面啊 这个刚硬这个呢 有两个希伯来文 一个叫Hazak 一个叫Kabah Kabah这个字呢 就真的是硬心了 如果说A Kabah B的话呢 就是A呢 Initiative的去 让B呢 硬了这个心 可是如果是用的是Hazak 不一样 因为Hazak里面 它又有一个 很奇怪的诗诗 叫做Stative 这个也是在我们 我们英文里面没有的 Stative这个verb 就是说 第一个人 第二个人之间呢 没有这种Initiative Kabah是有 但是Hazak没有 也就是说 如果A Hazak B的话 表示呢 B这个心刚硬 不晓得是A造成的 还是B造成的 Get it OK Hazak是没有 不晓得谁弄出来的 Kabah 就是前面那个人 弄出来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到底出现了几次Hazak 几次Kabah 这很有意思 它通常 那个法老王硬心的时候呢 通常就是 已经出了一个大灾难了 OK 一个Plague出来了 然后呢 摩西把它解决掉了 然后呢 法老看看那个问题 已经解决了 他的心又变硬了 通常是这样子 所以它有十个灾难 十个Plague 前面五个Plague 出现 然后又消失了以后呢 这几个地方 全部都是法老心硬 你看 水变成雪 是法老 后来好了以后呢 法老心硬 那个青蛙出来了 然后又跳走了 通通都没有了以后呢 是法老又硬的心 又不肯让以色列人走 然后呢 这个 那个Netz 那个Lice 狮子出来以后呢 这个法老 也是他自己变成心硬 然后呢 出了这个Flyce以后呢 也是法老变成心硬 然后那个畜生 那个 然后再来是Lifestock 死掉 也是法老心硬 在这个里面 五次都是法老 自己先心硬 然后在心硬的时候呢 有两次是他真的 他自己就是硬心了 他用的是Kaba 也硬的不得了 是在第二次 和第五次的这个地方 不管是他自己硬 不晓得谁硬 反正只有他一个主词嘛 所以一定就是这法老自己呢 在前面五个Plague的时候 都是他自己变心硬了 后面的六个里面呢 第七个 也是法老自己心硬 可是呢 第六个 第八个 第九个 第十个 全部都是耶和华 是法老心硬 那从这个 我们先看这个好了 我们先看这个 是法老自己心硬 这个地方是34节到35节 这是第七个Plague 止住了 所以法老呢 看见鱼也停了 跑也停了 雷也停了 所以他就说 我不要让他们走了 所以他呢 又开始自己硬了心 然后呢 他心呢 变得非常的刚硬 他就是不让以色列人走 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两次硬的心 很奇妙的是 他第一次硬心的时候呢 是他自己可罢 第二次硬心的时候呢 是黑赛 所以第一次那个硬的心 好像那个口气会比较强一点 然后呢 在这个 就是 在剩下这四次 第六个 第八个 第九个 第十个 这个Plague完了以后呢 这个都是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进去跟法老说 我要让他的心刚硬 我要让他的心刚硬 那很奇妙的是 在这四次当中 其中的第八个灾难 就是那个蝗虫 蝗虫前跟蝗虫后 耶和华呢 都对摩西说 你进去跟法老讲 说我要让他心硬 只是呢 一次用的是 Kaba 一次用的是Hazak 然后其他用的全部都是Hazak OK 所以我们整理一下 这个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呢 其实就是这个 出埃及记第十章第一节的地方 因为只有在这里 耶和华 Kaba 法老 所以是耶和华 真正的 take initiative 去让法老 给硬心了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分析一下 所以到底是谁 让谁硬心啊 到底是这个 法老自己 自己变得很 很硬 都不要听 还是说耶和华 这个在里面 有这个宗主性在里面 所以呢 我们在全部 在一直在念这个 出埃及记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是这个法老 从来没有一次 有过这种 这种念头 说 我好像有一点做错了 我好像对这些埃及人 太凶了 我好像不能 不应该对他们 努力的这么凶啊 没事拿那个鞭子去打他 或是像踢小狗一样 用脚去踢他 让他在地上爬 我好像忘记说 他们也是人类 我应该要对他们 有一点这种 humanity才对 我不应该 对他们这么严厉 从来没有过 他也没有 他也没有说过 说这个 哎呀 我是不是不要杀他的 这个newborn baby 我不应该把他们 丢到尼罗河里去 no 从来没有过 他一向都是 非常的严厉的 对这些 以色列人 然后呢 他甚至于 要把他们这小孩 刚刚生下的小baby 丢到河里去淹死 bad guy ok 所以definitely 法老在这个 出埃及记里面 是bad guy 所以呢 他这个地方 他绝对有 他自己心变得 很硬的 这个情形 所以这是一个 human responsibility 这个我们人 自己做错的事情 不能够推到 神的身上去 但是 我们可以看得 清楚的地方是 神真的有 可怕 法老的心 而且是 出了这个主权的 而且他从 一刚刚开始 他就有这种 宗主权 这种solventy 他知道法老 是不会软下来的 所以他必须要 送去十个plague 十个灾难的时候 他才会让 以色列人 出埃及 所以呢 他是 整个这个事情 你可以看出来 他为什么要这样子 让他硬心呢 其实他是一个 divine justice against one of the worst oppressors in the story of the bible 那这是一个 大坏蛋 不这样对他的话 这个法老真是欠揍 非要给他 两棍子才行 所以 这个也就是 god sovereignty 所以 human responsibility 在一端 另外一端 绝对是 god sovereignty 所以我们回到 我们的问题 所以今天到底 神有没有让 法老硬心 那谁要负 这个硬心的 这个责任 我自己的答案 是both god和法老 两个人 都已经动工了 法老他绝对 他有他自己的 决定权 他有他自己的 自由意志 他选择了 然后呢 这个神 也绝对有 sovereignty 所以呢 这个是我学到一个 在一直在读 圣经的时候 我一直很坚持地 告诉自己说 要忠于 那个 那个经文 don't allow one truth in the bible to cancel another truth in the bible 也就是说 这个里面 法老他自己 有印心 可是耶和华 真的有宗主权 他是ok的 所以呢 不要让 don't allow god's sovereignty to crush human freedom and responsibility don't allow human freedom to mute god's sovereignty 所以你们在 我们大家在念 圣经的时候 这两个地方呢 一定要 把持得很好 both are truth there is god's sovereignty and there is human responsibility 我们可以在这边 看得很清楚 那还有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学到 就是在这个 初埃及记 第十章第一节的地方 就是当蝗虫 这个灾难 还没有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 真的就是 耶和华 去让法老的新变印 也就是说 在蝗虫 还没有来以前的 那个时间点 叫做 point of no return 他这个事情 发生以后 到第七节的时候 他连他旁边的臣仆 都跟法老说 哎呀 法老拜托 让这些人走吧 你留他要干什么呢 老是搞了这些 鸡皮狗 那个狗皮到造的事情 在我们这个中间 让他们走吧 结果呢 法老已经听不进去了 因为在第十章第一节的时候 已经过了 那个point of no return OK 所以我们sum it up OK 法老是坏蛋 OK 然后呢 这个坏到一个地步 就是给了他十个 这种plague 他都不悔改 那管他的是 hazag还是kebab 反正他的心呢 就印到顶了 印到底的 一定的时候呢 那个神呢 就让他去更印 那完蛋了 印上加印就完蛋 所以会有一个point of no return 所以两个人 神跟这个法老 两个都要为他 这个印性呢 要负上这个责任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这念这段故事到这个地方 他的心印 跟我有什么关系 第一个就是 by nature 我们其实都跟 都跟法老一样 我们通通都大坏蛋 we're sinners 这在以赴所书 讲得很清楚嘛 好 这个不用解释了 我想你自己坏 我自己坏啊 这是大家都知道 我们自己非常的无知 心里非常的刚硬 其实神对我们 其实可以跟对法老一样的 他可以让我们那个 sinful nature 的direction 变得越来越强 然后让我们 reach到那个point of no return 然后让我们就 跌到火壶里去烧死 算了 好 就是让无知就无知 背逆就背逆 受迷惑就受迷惑 恶毒嫉妒 反正大家都一样的 可恨的彼此相恨 可是你知道吗 God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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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让你们 就这样走下去 所以今天神想了一个办法 God save us 完全就是因为 他的恩惠 他的慈爱 他的grace 他的mercy 他的love 然后让我们有一个 重生的机会 我们有一个重生的喜 我们有一个圣灵的更新 把我们给叫回来了 ok 然后呢 所以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 要非常的小心 就是不要以为说 我们现在是基督徒 我们心里很软了 oh no not so ok 我们一定要guard our heart our mind 我们要天天的 这彼此相圈 要好好的读经 要好好的祷告 虽然这个长了一点 每次都一个半小时 大家要耐的心子 你如果听得下去 耐的心子 听下去 不要硬起来 真的要把这个信心 坚持到底 我们在基督的里面 才会有份 所以要guard our heart guard our mind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很可怕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周围呢 可能是你自己 你还没有信主的话呢 会有一个声音 就是 I don't want Jesus in my life 我看也看不到他 I don't want him in my heart ok 这个就比较可怕的一点 是因为这是马太福音 12章31节 里面讲的 这个叫做 Blasphemy of Holy Spirit 亵渎圣灵 亵渎圣灵 就是他的心 一直印 一直印 印到一个地方呢 这个圣灵 已经都没有办法 去把他拉到神的 那个地方去了 那这个地方就完蛋了 那 因为我们知道 在创世纪第六章 第三节讲说 God's spirit 不会 won't always strive with us 他不会永远的 存在我们这个里面 所以当一个人 一直在说 I don't want Jesus in my heart I don't want Jesus in my life 讲多了以后 非常的危险 有一天呢 到了那个point of no return的时候 God will say ok have your way I will no longer speak to you 那就完蛋了 就跟法老一样了 那 经过那个之后呢 他即使再 再 想要去 搭救他 那个decision 都已经 没有办法 会出现了 所以就是说 我真的是 一而再再而三 跟周围的同学 还有弟兄姐妹 一直讲 你如果旁边 有一个初信的 一个小基督徒 或者说一个 还没有信基督徒的 不要把他逼到死角去 就是一定要用 这个要祷告 就是第一件事情 最重要就是祷告 祷告他能够接受主 一定要用那个温柔的心 用那个 那个慈神爱索 才能够把他带的回来 绝对不要把他 逼到一个死角去 你逼他 他逼到死角以后 他每天都在讲 I don't want Jesus in my heart 真的到有一天的时候 基督说 OK Have your way 的话 我们以后到天上去 也会很难过的 所以一定不要这样做 我们一定要 要像耶稣一样 我们要爱大家 我们要 要对这个旁边的人 这个要 很mercy 很graceful 再信 这是学到的功课 OK 然后接续 第四章22节到23节 就这样 他就跟摩西说 OK 你去跟法老讲 OK 以色列是我的长子 让我的长子回去 你若不让我的长子 回到应许之地的话 你的长子就要来交换 所以在这个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神是把以色列 当成是他的长子 一个firstborn 所以这里面 有一个exchange的事情 你不让我的长子走 我就让你的长子死掉 所以在这个里面 你看到几个长子 一个就是以色列的长子 对不对 然后一个就是法老的长子 其实还有一个长子 是谁 是摩西的长子 所以接下来 就要提到摩西的长子了 OK 那在这个提以前呢 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啊 就是审判呢 会从神的家开始的 所以今天摩西要派出去 要去审判 这个法老的以前 他自己的家里呢 一定要先弄干净 如果家里有问题 有arrow的话呢 要先去deal with 就对了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神要开始 让他deal with 这个是这一段里面 比较难懂的一段 这个四章 二十四到二十六节的地方 我们念一下 就是摩西呢 他还准备要出去了嘛 所以他往路上走的时候呢 他在路上住宿的地方呢 耶和华遇见他 想要杀他 那那个Zipporah呢 就拿了一块伙食 割下他儿子的羊皮 丢在摩西的脚前说 你真是我的血狼了 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 Zipporah就说 你因为割里就是血狼 所以我们第一个先看说 好 What 耶和华要杀摩西 Why 那你念完这个里面呢 你就知道说 哦 一定是跟割里有问题 所以呢 这谁没有新割里呢 这姐经家说 很可能是 这个 他的儿子 他的长子 Gershon 没有去 这个 新割里 还有一个讲法 就是除了Gershon 没有新割里之外呢 摩西也没有新割里 有这种讲法 那如果说是 他的儿子没有新割里 Gershon 没有新割里的话呢 很可能跟他的老婆有关系 因为他老婆 是 米甸人 米甸人当时的习俗呢 你知道那个时候啊 其实很多民族 都有新割里的这个 这个事情 只是 以色列人是在 第八天新割里 米甸人不是 米甸人是 他的那个儿子 长大了 要成亲了 已经有了 那个 已经定亲了 订婚了 那个时候 他会去新割里 所以这个时候Gershon 还小 所以他这个Zipporo 可能就因为这个原因 就说 哎呀 这么小 你要把他这个 你知道身子器上面 画一刀很痛的 所以很可能 这个他的老婆说no 也很可能是他的岳父说no 我是祭司嘛 那你要按照我 这个米甸人的 这个方式来做 所以很可能摩西呢 就没有这么做 所以我们知道 不管是谁要 谁该受洗 谁怎么样受洗 一定是 不是 对不起 不是受洗 割里 是因为这个没有行割里的关系 所以耶和华要杀摩西 结果呢 这个Zipporo 非常的激紧 他拿了一块石头 咔嚓一下 就把他儿子的 这个生殖器上面 这个皮就割下来了 然后呢 他丢在了 这个摩西的脚前 他也有这种 解经家讲说 这个脚 这个意思 是一个private 就是生殖器 那个Pudenda的意思 所以他就说 在这个地方 就有解经家说 因为摩西 自己本身 也没有行割里 所以Zipporo 割了他儿子的 这个羊皮以后呢 就会去碰 去 不是放在脚前 而是去碰摩西的 这个下体 那个生殖器 所以他是 identify Moses 所以是这样子的话呢 表示说 他儿子 行了割里了 但老子 也行了割里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耶和华 才放了他 有这种说法 这种解法了 我自己本身 不是很同意 这种解法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摩西他是在 养到三个月的时候呢 在放到篮子里面 然后放到这个 尼罗河 这样飘下去 然后被 王室的人 捡起来 那他们是在 第八天的时候呢 他们就要行割里 那个中间有两个多 两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不觉得 摩西没有行割里 那这个 bible上面 没有写得很清楚 所以就 大家就看 那我自己在这边 我还是觉得是说 行割里的问题 是在这个 Gershame的身上 那还有一个 就是 那如果说 摩西没有行割里 为什么 当天也就给他 行了割里 不就好了吗 你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 那个亚伯拉罕的儿子 不是也是13岁的时候 才行割里 亚伯拉罕自己 也是搞了 搞了那个 一大把年纪 才行的割里啊 为什么 他一定要 这个 他那个时候 不能行割里呢 那他也有 就是姐经家说 这个Zipporah 没有给他 行割里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 在赶路 行了割里以后 就行动不方便 你记不记得 那个Shaken 那个事件 那时候 那个Jacob的儿子 不是就借着 这个割里 杀了那个Shaken 那一族的人 那个人 跟他那一族的人吗 所以呢 他有这种讲法 我自己本身 不是很同意 这边就对了 但是因为 有这个解经法 所以就讲给大家听 所以如果你如果 你如果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自己去再查一下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看到 Zipporah 用他自己的办法 他就很 你知道他其实很勇的 他当时 当场就 我自己是医生 我知道 我自己是牙医 我知道 那个 你知道我们刚开始 在做牙的时候 要打针 要拔牙 那雪灵灵的 刚开始 你不要讲 我心里也毛毛的 就对了 所以这个Zipporah 很厉害 看不出来 他这个 一个 一个妇人啊 他居然就当场 那个果断力 就拿了一块石头 砰一下 就把他儿子的 这个儿子的包皮 给割下来了 这真的是雪灵灵的 所以他用他当时 那种很土著的方法 然后他讲的话 就是 你是我的雪狼了 你知道 他这种话 也是很 就是那种word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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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的action 也比较 比较 比较 的方式 可是神接受了 OK 我们怎么知道 神接受了呢 因为在这个地方 讲说 耶和华放了 放了这个 摩西 所以呢 也就是说 耶和华知道 Zipporah的心 是很pure的 所以以后 就有一些人 就在 查经的时候 就在说 摩西这一辈子 遇到贵人了 他又遇到 六个很好的女人 一路帮他 最早的时候 就是那两个 接生婆 那个Zipporah 和那个Puah 那两位 因为他们不肯杀 以色列的 那个小男生 所以后来呢 就这个 就 摩西就比较好逃 然后再来 就是他自己的妈妈 小姑姑约记别 OK 然后真的是 为了他 费尽的苦心 把他藏起来 然后以后又 亲自的喂奶 Mirian 他姐姐也对他 非常的好 一路跟着他 在那个河水 飘的时候 他虽然以后 会造反一点 但他还是很疼 这个弟弟的 那以后呢 遇到法老的女儿 就是他的义母 所以他的 这个也是 很大的运气 然后后来 娶了一个 这个老婆 Zipporah 看起来是一个 女中豪杰 所以在 当机立断呢 就救了他的命 要不然这个时候 可能就会因为 这个 摩西有点 真的把他干的话 我们后来 出埃及记 也不用出了 所以这个 他们就说 这个摩西命令 有贵人 有六个女人 在帮他 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这个割离 这个割离呢 是从这个 创世纪 17章的时候 开始的 17章的时候呢 就说 生下来的小孩子 不管你只要是属于 以色列人的 不管是自己家里生的 还是那个奴隶 从外面买来的 第八天的时候呢 通通都要受割离 其实我们知道 最早 这个是根据他们的约 你记不记得 亚伯拉罕之约 Abraham Covenant 在最早做起来的时候 其实是在 Genesis 12章 13章就开始了 到15章的时候 成行的 可是呢 割离只要到13年 也就是到了 Genesis 17章的时候呢 才完成 也就是说 亚伯拉罕 他先因信称义了 因为他在第15章的时候 他看到天上的星星 就跟神说 OK 相信你了 所以他是因为信 他称了义 可是 他以后行这个割离呢 要到13年以后 所以这个割离呢 是一个记号 是一个sign 这个 以前我们都讲过了 那然后呢 以后到了这个 生命记 到了 耶利米书的时候呢 会提醒大家 就是 physical的circumcision 是不够的 那个割离的 那个circumcision 只是一个ritual 只是一个sign而已 必须呢 还要去割一下 心理的那个污秽 circumcision的heart 所以我们可以 后来可以看到说 把心理的污秽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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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词 都是在表示说 是circumcise 那个heart 所以circumcision 这个割离 不仅仅是把 男生的生殖器上的 一个皮 给他割掉 更重要的呢 就是要把 整个心里面 不好的地方 要拿掉 我们要把整个权力 新的那个ownership of the heart to God 就好像说 今天这个心 然后耶稣在敲门了 神在敲门 你把门开开 你不能跟神说 你知道吗 我这个客厅不错 你可以进来坐一坐 主卧房不错 你今天晚上还可以睡 可是你知道 那边有一个小柜子 你不要去开开 你跟小柜子打开 里面都是蜘蛛网 那个苍蝇蚂蚁的 你不要去开 不是的 而是跟神说 我这个里面 每一个房间 你通通都可以进去 到底是哪里 有那个很阴暗的角落 你都帮我清干净 这个叫做 circumcision of the heart you yield the ownership of the heart to God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必须是已经有一个新的改变了 是一个heart thing 然后呢 circumcision的只是一个outward ritual而已 那我们到了新约呢 变成baptism 我们不再 我们不再做这个 不再做这个circumcision 我们走的是baptism 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是baptism呢 因为是很简单 耶稣 耶稣规定的 耶稣跟我们讲 在那个great commandment里面 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 就是说 你们这些门徒要出去 出去以后呢 让外民做我的门徒 然后呢 你要给他们施洗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然后我 我怎么教你呢 你怎么教他们 然后我就会给你们永远的同在 一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baptism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知道跟circumcision很类似 它也只是一个sign 它是一个outward sign 一个外面的sign 跟大家说 OK 我已经信耶稣了 其实我的心里呢 已经有改变了一个inward heart change 所以呢 我们叫做一个重生 一个rebirth in Christ OK 那rebirth in Christ 也就是说 今天这个人 如果是要去受洗的话呢 他必须已经知道了 这个耶稣来了 然后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赎了我们的罪 然后他三天后复活 然后复活了以后 又停了四十天 以后生了天 以后还要再来 审判生者死者 这个你必须要把这个信仰 放在这个耶稣的身上 这个时候你去受洗 才有意义啊 要不然就没有用了嘛 这个重生没有用 所以呢 在约翰福音里面 讲得很清楚说 人必须要重新再生一次 那当时尼格迪姆也问他 说怎么生啊 我都这么老大了 怎么塞回妈妈的肚子里 再生一次呢 耶稣就说 要从水跟圣灵生 这个很简单 什么叫水跟圣灵生呢 这个水就是指the word 耶稣的话 神的话 圣灵就是神的灵 所以呢 你必须要听到一个讲道 一个讲道 一个神的话 讲一个God's word 打到你的心坎里面 圣灵进去了 邦一下 那个时候你就说 OK 我就重生了 重生了以后 我相信了耶稣 然后呢 这是我内心的心已经改了 然后外面呢 有一个sign 我就去受洗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circumcision 跟这个baptism 好像是有一个 parallel的一个情形 就是两个都是一个sign 可是这个里面呢 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第一个就是 在亚伯拉罕 他之约的里面呢 要行割礼 那行这个割礼呢 是真的是一个physical命啊 真的就是 真的叫咔嚓一道 要下去 在第八天的时候呢 要咔嚓一下去 但是他咔嚓下去的时候呢 并不表示说 他的心里有改变 所以跟他这个spiritual life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就是他们的 这个以色列人的每一个人 他们都要去 这个咔嚓一下 但是呢 所以这个地方呢 以后呢 他们在写这个 Old Testament 那个叫什么 旧约的时候呢 发现到说 光是这样咔嚓一下 physical是不够的 所以还要 circumcision of heart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 新约的时候 来的时候不太一样 新约来的时候呢 这个新约呢 要受洗呢 这个是一个 spiritual mean of entrance 进入这个神的国度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没有physical 没有咔嚓一下 但是我们必须要有 灵上的 这个 这个认识 也就是说 借着这个洗礼 被这个 那个牧师 当不到水里去的时候呢 进到水的时候呢 就表示我们跟 耶稣呢 一同归入死 一同埋葬 起来的时候呢 就是跟耶稣 一起复活 然后在复活的形状上面呢 跟他一起联合了 所以呢 这个baptism呢 就是说 我们可以借着 baptism跟新约 连在一起 但是我们在 跟新约 就是跟神 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的心里 已经有了改变了 这个heart 已经有改变了 所以下一个问题就是 那Christian 需不需要醒割礼 OK 那需不需要醒割礼呢 我们可以从 罗马书里面 第二章地方 可以看到 就是你即使真的 咔嚓那样一下 也不是真的咔嚓 因为你只是肉体的咔嚓 所以呢 那个咔嚓 必须要从心里咔嚓 才可以 那谁要给你 从心里咔嚓呢 你必须就像 刚刚敲门一样 耶稣来敲门了 你开门了 耶稣进来 把你的那个脏屋子 苍蝇蚂蚁 全部都给你弄干净 你也要愿意他进来嘛 所以他这样子的话呢 他就给你在心里面 给你咔嚓 从心里面真的 这个割礼 咔嚓这一下呢 必须是零的 而不是这种仪文的 不是一个physical act 而是一个spiritual change OK 所以呢 我们再看看说 到底需不需要呢 所以在哥罗西书 第二章的时候呢 就告诉我们说 你今天之所以受了 这个割礼 不是因为physical的咔嚓 而是因为基督的 这个大能的关系 基督让我们有 跟这个在肉体里面 情欲呢 有了一个这个割礼 所以呢 我们以后呢 就可以行这个baptism 然后我们行这个 受洗的时候呢 跟他一头埋葬 可以一同的复活 然后我们有这个信心 所以呢 我们需不需要 circumcision呢 我们大家看看 这个答案就是 这个有一个 spiritual circumcision 我们在神的里面 基督已经帮我们 做了这个咔嚓了 是神做的 帮我们心里那些 old nature 那种不好的东西呢 都可以慢慢的 那个破除掉 所以以色列人呢 他是在出生的 第八天的时候呢 根据亚伯拉罕之约 他们要有physical的 这个咔嚓一下 这个叫circumcision 这个他们是一个sign 这个接受了 这个咔嚓以后呢 他们就是 fulfill了 这个亚伯拉罕之约 Christian不一样 Christian遵守的呢 不是亚伯拉罕之约 我们遵守的是新约 所以这个新约呢 就是我们来做baptism OK conclusion 一下 就是baptism 其实它并不是代替了 circumcision OK 洗礼不会代替这个割礼 它只是顺着割礼 这样发展下来的 那洗礼和割礼的共同点 就是他们两个 都只是一个sign 它这个sign呢 是outward sign 然后那个外面的sign 外面的一个 好像昭告天下的 这个sign 可是呢 inward里面的心啊 必须这个 尤其是这个baptism呢 已经要有一个改变了 然后呢 infants 那小孩子呢 要不要 要不要去受洗呢 你这样就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小孩子不知道 这个 这个 那个性的争议的话 那敲门 搞不清楚 那门在哪 他都不晓得 对不对 怎么开门 让耶稣进来 亲这些苍蝇蚂蚁的 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 你带这个小baby 去受洗啊 是meaningless 你可以去洗 洗了也是白洗 我怎么知道 因为小时候我也受洗过 我在天主教家庭长大的 他洗了好几次 没有用的 那个跟神没有连接 什么都不认得的时候呢 后来还是走得个乱七八糟的 一直要到42岁的时候呢 才又回到神的怀抱 才 哦 才知道说 这个要受洗 要这个要那个的 所以小孩子受洗 baby受洗 没有什么意义的 那 那这样讲回来的话 那 那要不要受割礼呢 基督徒要不要受割礼呢 答案就是说 如果那 你今天 如果是做妈妈的 你怀孕了 你要生一个小孩 生下那个男生 医院问你说 你要不要割礼 现在通常小儿科 是建议你割 因为割了以后呢 就是practical reason 就是那个孩子长大以后 他的生殖器 那个地方 他比较好 就是好清洗 如果不割的话呢 以后他那个皮 会皱在一起 如果那个小孩子呢 脏兮兮的 两天不洗澡 那个地方就臭臭的 所以为了这个健康的关系 为了这种 hygiene的关系呢 通常医院会建议你说 可以去行割礼 但是没有任何 spiritual significance 没有任何 属灵上的这种 重大的意义 也就是说今天 如果您60岁 你要不要行割礼 还好我是女生了 我没有这个问题 男生呢 多祷告吧 好痛啊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看到 总结一下哈 耶和华为什么要杀他 就是没有行割礼嘛 对不对 然后因为那个 他老婆可能是一个原因 所以他老婆就做了这个动作 然后呢 就去丢在 丢在这个 把这个割下来的羊皮呢 去丢在这个摩西的脚前 然后他做这个东西呢 神说OK 所以神就放了这个摩西 所以摩西他生命里 有六个这个女的贵人 所以conclusion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说 神通常在挑选人 要出来做leader的时候 对这个leader的要求会比较多 所以今天 就是如果摩西不是要出去 领大队人马的话 你看耶和华也不会要杀他嘛 你看他前面已经 在那个叫什么 在那个路上都遇到他 有那burning bush 他也没有说 耶和华说摩西 你先回去给你儿子去行 去行割礼 没有的嘛 先讲其他的东西 所以他通常是选了以后 做了leader了以后 他就会开始会比较严格一点 所以这个雅各书第三章 第一节的地方就是说 做师父的 做老师的 做牧师的 要很小心 因为那个审判是更重的 他那个标准会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当我们要出来 要服侍神的时候 我们要先把家要先治好 所以要leading family first before leading people 这个中国人也讲得很好嘛 修身治国 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侠 所以先把自己先做好 把家里先做好 所以家里如果有 有不好的地方呢 神一定会透过不同的方式 好 来管教我们 好 然后在这个地方 他讲了一句话 那Zipporah跟那个摩西讲了一句话 说你真是我的血狼 然后 然后等到那个 耶和华放了他以后 Zipporah就说 你为什么是我的血狼呢 你看那哥里 哥那个乱七八糟 那个儿子的哥里 到处都是血 他这个反应 他当时在跟他说 你是我的血狼 就是血的新狼的意思 是A bridegroom of blood 什么叫做血狼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Zipporah当时就是 很激进 拿了这个伙食 割了这个羊皮 丢在这个摩西的脚的前面 所以他以后呢 狠狠地就跟摩西讲说 你真是我的血狼 有点这种很angry 那种摇牙church的 就是这种反应 就是可能就是他心里 很不喜欢这种 这种 这种 Ritual 要割下来 要血淋淋的 I hate it 有点这样子 都是你的关系 都是你是 以色列人 所以你现在要让我割儿子 你看看搞得到处血淋淋的 你真是我的血狼 你是 Brightgroom of blood 还有一种就是 他可能不是在生气 他可能是怎么 是一个statement 为什么你知道 当时米店是在阿拉伯 那个地方 所以他们当地的那个语言 Brightgroom 有一种意思 是protection的意思 所以他今天有一点就是说 A bridegroom of blood 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被我给保护住了 还好我把儿子的羊皮 给割下来了 要不然你死定了 有一点是这种 这种statement See I told you 有点类似像这样子 所以他很可能 讲这个血狼 是因为 是一个angry的后果 是一个 要有一个statement的后果 还有一个 更可能的一个原因 它是paint 一个picture of Jesus Christ 所以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有一些parallel 第一个就是 他circumcised谁 就是摩西的那个firstborn 那个gershon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 耶稣是神的 神的firstborn 也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所有一切人的 那种大哥一样 firstborn 他是守身的 所以他是在一切被造以前 所以他有一个connection 在这个地方 是firstborn gershon和耶稣 然后第二个 他在这个circumcision的时候 他把这个羊皮 丢在了这个摩西的脚前 你知道这个丢 他原文是touch的意思 dab touch 把这个血 touch了这个摩西的脚 这个相同的字 会在 Exodus 十二章 他那个pass over 出埃及 最后一个大灾难的时候 会相同的会出来 那个时候呢 就是 那个长子要被杀 所以要杀的时候 怎么杀呢 耶和华要杀的时候呢 他就跟以色列人讲说 这一次是不眨眼的杀 所以呢 你们自己要先把自己保护好 所以怎么保护好呢 你就把你们那个屋顶上 要做记号 把你们那个门楣 把这个杀一只羊羔 然后把那个羊羔的血呢 放在这个door post上面 如果呢 我今天过来的时候 看到这个门上面 有这个血 我就会pass over 我就不杀你里面的长子 要不然就杀 所以当时是这样子的 这是为什么pass over 会来 那在pass over里面呢 把血放在那个door post 那个上面那个动作 那个placing blood 那个动作 做记号动作 跟丢在摩西脚尖 这个丢 这个touch 是一模一样的字 所以一个是circumcision 一个是atonement 现在好像连在一起了 也就是说 必须要有某一个东西 要牺牲掉 要有一个血 apply在某一个人的身上 这个时候呢 耶和华才不会跟那一个人取命 血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在立位记的时候 告诉我们的血的里面有生命 在希伯来文的时候呢 说必须要用血来还 如果不流血的话呢 罪是不能够得赦免的 所以相同的以后呢 耶稣基督一定要上十字架 因为他要用自己的血 来完成救赎我们的事情 使徒行转20章的地方呢 就讲得很清楚 我们这个教会所有的人 是耶稣基督用血所买来的 格鲁西书第一章第十四节 我们之所以可以得救赎 也是因为救子 爱子这个耶稣救了我们 我们之所以redemption 是因为他的blood的关系 所以这个血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血狼这个事情 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connection 是firstborn 另外一个就是 要有一个血 遮盖另外一个东西 这个耶和华才会停止怒气 好 所以呢 circumcision和atomment 连在一起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circumcision 这个circumcision Gershon 它是一个seal pass over呢 这个里面呢 有一个blood of the lamb 对不对 所以Gershon 必须要有这个牺牲 有这个血流出来 以后pass over 那个血呢 是这个羊来的 这个是atomment 然后呢 我们接下去 会念所有的这个章节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到处都是血 杀了这个动物 杀了那个动物 杀了牛 杀了羊 杀了小羊 杀了公羊 杀了母牛 等等 然后把他们的血拿来献祭 拿来烧 这是一个atomment 所以呢 我不是一直在跟你们讲吗 那个创世纪最后结束 是在一个棺材的地方 所以从初埃及集 开始要把整个救赎计划 要讲给我们听 他讲给我们听的时候 是循序渐进的 所以我们这只是 刚刚开始而已 我们刚刚开始 才看到这个Gershon 有这个割羊皮的事情 然后我们马上 就要念到pass over 接着未来的几个月 我们都会一直在念到 这些atomment的事情 一直要到新约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Oh my God 我们最后的这一个 这一个献祭 不是在献这些动物了 最后一个献祭 是献耶稣基督 最后就是耶稣基督 必须要被挂在 十字架上 用他的宝血 来洗净我们 所有人的罪孽 所以也就是 耶稣基督 最后这一个人 他可以把这个seal finish 然后把这个atomment 最后完全的complete出来 所以这个新约 整个的promise 其实就是安排在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父神 已经要把儿子献出来 然后用儿子的血 来赎回他所有新娘的 这个命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耶稣基督的新娘 耶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新郎 是bride groom 所以我们最后的conclusion就是 耶稣不仅是我们的新郎 耶稣是我们的用血换回来的 把我们换回来的这个新郎 所以Jesus is our bridegroom of blood 这是我觉得这是为什么 这个Zipporah在最后 在跟摩西说 你真是我的血郎 其实他paint了一个picture 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血郎 希望你有感动 我念的时候 我是觉得非常感动 OK 然后最后呢 在第四章最后面的时候呢 耶稣华就也去跟他哥哥讲 亚伦说OK 摩西来了 你们两个就一起去吧 然后你们就可以行这些神迹 这些奇迹 然后跟以色列人讲 这一回百姓就信了 四十年前大家不相信他 因为那时候他是自己 要去做这个deliver的 所以整个以色列人呢 都reject摩西 这一次呢 他们这个time is right circumstance is right 然后现在呢 神就要帮摩西的下面一个四十年 展开另外一个新的page了 OK 好 好 那我们第四章就念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一次继续往第五章走 好 谢谢大家 晚安